香港之行圆满收官 中国内地奥运竞儿代表团8月31日晚抵达澳门 开启此次港澳行的第二站 9月1日 运动员们来到澳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与当地青少年交流 现场翻呼连连 随后 国家队选手马龙 犬红缠 潘展乐等登台 分享自身故事 鼓励澳门青年勇敢追梦 当你找到一项热爱的事业或者事的时候 你就会全力以赴 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我觉得自己非常热爱这个项目 同时自己打了这么多年球 还是对乒乓球有追求 也有梦想 也希望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赛场上继续为国争光 除了向澳门青少年运动员蒋树奋勇拼搏 在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个人经历 也有运动员分享遇到挑战不惧困难的心得体会 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吧 然后跟教练去沟通好吧 去慢慢地去解决问题吧 最困难的是过心理那一关吧 因为当时是罗教环的下法受伤 然后在之后做这个下法的时候是有心理阴影的 对 然后还是要相信自己 相信队一相信这个商品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克服心理障碍 因为每一个优秀运动员我觉得都是 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 然后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 交流活动上国家队运动员还和澳门青年运动员同台打乒乓球 展示体操表演等 现场气氛一片欢乐 游泳选手潘展乐在交流活动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期待通过此行增加对澳门更深入的认识 据悉 当天活动吸引约600位澳门青少年到场 内地奥运竞儿们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澳门青少年 现场掌声不绝于耳 潘展乐我觉得是很厉害 因为他在外国人一向独占游泳的项目 他基本上是打破了他们这么多年 他们想不到的纪录 运动员来到澳门大家都会有份喜悦 除了我觉得是那份喜悦之外 还有一个其实也带到一个健康的讯息 原来譬如健康的身体是那么健康的 譬如有power是很漂亮的 今天我可以见到马龙 因为我平时也有兴趣是双方波的 看得到他们的技术 我从他们的技术可以学到 运用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是对我十分有帮助的